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听 这里有我在新西兰的 宜德陀佑和社长Raymond Wong 你好 我们是JMN 大家早安不安 晚安全日安 英国的右翼媒体 他们现在就出尽力了 又再报这个 武汉实验失洩流论 是谁呢 又是英国一个 那些叫做 贵族 那个贵族之前我有讲过的 那个贵族就叫做 Ridley 他就叫做Vicom 我之前读是Viscount 其实正确读音是Vicom 但是我是很不喜欢 我都要重申一次 我是很不喜欢那些贵族 我个人是很帅的 所以我常常乱读别人的名字 其实我乱读别人的名字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是有一些 不太喜欢那个人 我就会这样 我自己有些下意识去做 这个 李德利 是指着 Vicom Ridley 他有个名字就是 Right Honorable 好像叫做 Right Honorable 就是非常值得尊敬 我尊敬他老母 这个人 其实 他是一个记者 他寫东西很棒 他是一个皇家文学学会的会士 但是他没有受过医学训练 没有受过医学训练 如果是这样的话 没有受过医学训练 没有受过医学训练 那就散播阴谋论吧 自己作过阴谋论出来 散播一下吧 他一直都有说过 这条默契 之前已经铺释过他一次 我之前也有说过 这条默契 他现在再爆一些新料出来 就说福奇隐瞒 他现在还在找 这条默契 他有真正的科学训练 他有真正的科学训练 他就是研究野鸡如何交配 野鸡 有什么研究 野鸡是字鸡 我们叫做野鸡 野鸡就是会飞 野鸡是 那些鸡翼 它有很多小骨 跟我们吃开的鸡翼 不一样 我们普通的家鸡 那些鸡翼 只有两条骨 鸡翼尖 只有几条骨 还有一个鸡翼翠 他就不一样 如果有吃过野鸡 就会知道 那些鸡翼 就有一些骨刺 我不知道台阳有没有吃过 因为我这里也买过 我买过野鸡 很薄的 这条鸡翼尼 很厉害 他是读动物学的 其实 他是研究动物 他最初 就拿了一个 Bachelor of Arts 即是文学士 就是敬人 first class honors 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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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真的有专业资格 可以研究病毒 我就觉得不是 看来就没有了 看来就没有了 不过他现在就说 要找新冠的源头 我想问一下 你研究 野鸡的交配系统 真的 他真的研究交配系统 野鸡交配系统 那怎么可以 找新冠源头 我都拗了 其实 Sam Trey 就说这个是野美专家 是啊 野鸡 fashion 是啊 其实就是字鸡 但是我们 唐话 通常都是叫野鸡 其实你想想 就是 这些人都很奇怪 究竟说什么 这些 我看到 是呆了 他还说 就是找到一些电邮了 就说找到福奇 啊 和 Dr. Francis Collins 这个就是 美国NIH 是美国NIH隐瞒 就是 帮武汉隐瞒 帮中国隐瞒 现在是这样说 其实现在他的矛头 不是指向中国 这个很有趣 就是 这个狡猾就是 就是 就是他这次 这个 Vicom Ridley 我之前读Viscount 我也要说 这条陷家墙 他 直指 美国佬有问题 他就说 这个 武汉 他那里 那个实验室 是漏了这种病毒出来 是一个 就是低保安级别的实验室 漏了这种病毒出来 就惹到周围都是 就是 这个是 某一个人的email 爆出来 这个某一个人叫 Jeremy Farah 又是爵士来的 那 他 当然了 这个人他说的话 老实实 就是 我 都不是 十分信 虽然 这个人 他就是研究病毒的 这个人真的认识的 他就 2020年的时候 他就出了一个email 他是估计的 有可能是 一个 低保安级别的 实验室里漏了出来 但是 福奇和 Anthony Fauci 和Francis Collins 这个 美国的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他呢 其实就 老实实 立刻是 压低了这些东西 其实美国是压停了的 现在针对的就是 福奇 和另外一个美国人 现在这个是英美的 之争来的 当然他们这样的争 到最后 又是会射回去 射回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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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这个人 其实 我的看法 就是 我是信美国人多 我信英国人 可能如果你听得多了节目 都会知道 两个都战狗隔了 美国人 都是直率一点 他起码没有借这个疫情 其实美国就没有借这个疫情 就是他们那些专家 就没有借这个疫情 专家没有的 专家没有的 专家是没有的 你要留意一下 美国的专家是比较可靠的 就是 现在 英国的那些专家 就动手了 就说 不是啊 你们太早就 否认了这个 或者 说这件事 没有可能是不对的 那 当然 现在的指控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 美国人怕破坏国际和谐 所以 就 不让别人说这件事 他是这么说的 他就是这么说的 Toracef就说 这些言论会由 BNO 去传出去 是啊 遲些会的 Toracef是说得对的 就是这么说 其实 在武汉实验室洩漏 是不是合理的假设 其实老实实是 是不合理的 因为武汉实验室 根本就不是一个 低保安级别的实验室 现在他们说 就是说 武汉有另一间 低保安级别的实验室 以外楼出来的 有另一间 但是我找不到 不知道 但是其实 是高保安的 大家知道 所以我是 看得到是呆了 不然现在他们 最主要就是针对福奇 还有另外一个 就叫做 Colins 就是Colins的 博士 Colins 他是老人家 都是71岁 其实现在你看到 Colins 其实是 美国民主党的人 是美国民主党的人 所以现在 英国的右翼 他发炮 其实最主要 就是要射 就是 美国民主党的人 根本上 就是现在他们 要为 这个 就是 特朗普 去领导 共和党 他在 中期选举那里 他已经要做好一些政治宣传 因为 这些文章 下面的留言 你一看就会知道 那些人就立刻出来说 哇 原来 川普说的东西是真的 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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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 其实做这些东西 又要射到 川普那里 就是说 川普是对的 其实就是做一个 铺电 没错了 我们当然 太有目的了 有阴谋论 不是的 你自己可以观察到 那些人的反应是如何 你看看下面的那些评论 那些人的评论是如何 哇 原来川普才是说真话的 福奇啊 原来一直都有隐瞒的 还有 福奇啊 一早已经是 造假的了 福奇啊 NIH啊 Bill Gates啊 全部造假 一串人来的 哈哈哈哈 是啊 一个团伙 真的很好笑 你看看那些留言 哇 我看到他 有些留言 很有趣 我怀疑有些是他们作的 就是报纸自己作的 有千四个留言 都是这样说的 不是意外洩漏的 是计划洩漏的 是中国特意洩漏出来的 有些留言是这样的 他那个文章很贱的 当然是现在针对福奇 接着 最惨的是 福奇是很惨的 福奇在内地也有人针对 他说福奇贊成这个 武汉实验室洩漏论 其实人家是没有的 其实福奇是没有贊成这个 福奇还是否认了很多次 但是内地的自媒体 不知道为什么要搞些人去仇视福奇 我心里想 有没有搞错 你是不是乱叉这么来的 好像不是很适合的 Joyce Chan就说 我出来工作 已经有三十多年 人工都只有16,000 所以就是说 你的议员究竟收十多万 是否适合的 坦白说 我们都是为文发声 我们绝对觉得它是不适合的 不适合的 说完水平也不太低 还有乱叉丶 水平太低了 Carol Chow就说 福奇说话一直正路正面 但不是在内地 现在有些人在传 就是福奇都是支持 武汉源头论 武汉洩流论 其实福奇没有说过 现在 英国那边 传一些东西 就是那些右翼的人 传一些东西 就是福奇一直都隐瞒 福奇为了保护国际社会和谐 所以隐瞒 还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前所长Collins 也是为了国际和谐 就不让人说 现在主要是这样说的 这个论述是 那Sam出去说 最真是叫人注射消毒药水 是神经病的 这个川普是 不过很惨 川普他 应该可以带领共和党翻身 看个势 有机会 很大机会 现在他们右翼那些 嗯 他们右翼做过 做得比左翼人士更好 左翼很惨 是啊 他们够极端 主要是民主党自己内斗得很厉害 民主党本身都是比较大包围 有些中间路线 有些左翼路线 有些极左路线 左翼和中间路线 他们打得很厉害 互相柴台的情况 出现 一个非常团结 对比另一个不太团结的民主党 到这个中期选区 我相信 共和党很大机会大胜 炒获金的 可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拜登真的不用做了 接下来的日子也很难过 他本身做了总统第一天 都已经够麻烦了 已经够麻烦了 一直捱捱到 捱到中期选区一衰迷 你真的不要云下 是啊 还有一个事情 现在人们是罵了主流媒体 这份右翼的报纸 其实严格来说 都是主流媒体 我有订阅他 我连些可能也不订阅他 但我也想知道他们那些人在想什么 所以我还是先订阅看着 他说西方那些主流媒体 已经是听中国共产党话的了 你说大不大祸? 不然他们现在做到很多事情出来 基本上连些就会说 西方那些左翼人士都是听中国共产党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现在是拆散 全世界都听中国共产党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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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西方的左翼呢 是为了不想和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他们都会有空出这些东西 西方的左翼 是啊 没办法 因为现在被人攻击的鞋 很厉害 哈哈哈哈哈哈 这真是麻烦 那 那 Ludwig M就说 叫美国不要还中国美贷 那 没得不还的 除非打仗 其实有一样东西 美国人 有班人常说要和中国打仗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法例 它有一条 就是说 如果打仗 就可以不用还钱了 这样的 这就是美国的事情 打仗 不用还 他们真的这么说 把钱都清掉了 哈哈哈哈 是啊 立刻清掉了 但是清掉了的话 你都没有信用了 就是原来你想不还钱 你就可以打人 打人 对 那也不夹钱了 那 他妈自在 美国在传肥佩奥 现在不是肥佩奥了 现在减肥了 那就下次选总统 军人出身 应该选到他 如果选到他 就很糟糕了 这个世界都很糟糕 这条这样的七分咕嚕 肥佩奥 这个肥佩奥 这个肥佩奥很賤格的 Jackman就说要变经济 如果你要变经济就先走了 不要紧的 之后回来听听 我就是村委书记的老爸 美国还怕破坏国际关系 我们是不是在说同一个美国 其实美国 他不会因为破坏国际关系 就隐瞒一些东西 我的看法就是 他不会的 而是科学上来说 你说那个实验室 漏出来的可能性 其实是极低 根本美国都派了人去看过 美国不是没有人去武汉 其实是有美国代表的 你说 他已经查过了 他是知道实情 只不过在政治上 要不要这样说呢 你说了就比中国 对吧 但是 但是 美国说了 其实美国说了 不关 家伙是多次说过的 但是媒体不会这么做 他做事的人已经说了 媒体当然不是 媒体有另外一个做法 这个真是麻烦 Ludwick M 他就说了 衰公园 衰公园 一天是这么说的 一早也是这么说的 武汉病毒要国赔偿 全世界几百亿美元 怎么赔呢 说真的 你自己抗疫防疫 自己做得不好 这些是大自然放出来的事 说真的 现在有很多人经常说 有阴谋 又说自己弄病毒 说真的 这是根本没可能的事 喂 会不会自己弄病毒 然后自己在武汉那里爆到七彩 如果真的要搞的话 会不会 根本不是这样 如果你弄病毒去害人的话 你就带着他去其他地方放 对吧 怎么说自己那里爆 别人放在这里爆 在你那里爆到七彩就有可能 但是我认为这个世界 没有那么黑暗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 你说是不是 那些实验室流出来 我的看法就是 那个可能性是极低的 而为什么这些病毒会流进人类社会 其实是因为人类和动物 有些地方接触得太近 这是没办法的 人和动物接触得多 那些病毒就会 由一个物种跳到另一个物种 这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 举个例子 就是好像 这个爱之病那样 有些理论就已经是说 可能是声声传给人 就是有些理论是这样的 我不是说百分百是这样的 就是大家知道是有可能的 由一个物种 传给另一个物种 是可能的事 所以你看看这次真的很好笑 英国右翼的报纸 已经引出了一大群人 他们很聪明 把矛头指向主流媒体CNN 他真的射到CNN 又射到Bill Gates 又射到韦报 这是这份右翼报纸 左翼报纸是不用签替的 韦报是不用签替的 不过他会叫你捐钱 我自己也有捐钱给韦报的 但是你看到西方现在 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商业利益 现在是什么差都这么存的 他们还有一件事 那些右翼报纸很好做 为什么呢? 他们那些留言 其实要扔才可以留言 之前我看的那份《澳洲人报》也是 那些订款都很瘋到七彩 其实六七年前已经是这样 但是现在说真的 是更夸张的 真是麻烦 还有里面这些极端极有的留言 我看到有很多是唐人名 是香港人的拼法来的 那些名字是 死不死? BNO有 不知道BNO有 还是BNO祖国有 不知道 真BNO也不知道 还是麻烦的 Freder Wong就说 那些傻人看太多音乐电影 所以细菌栏实验室洩漏 他们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 Dennis Ho就说 我在美国做Omicron 医生叫我 在家自己的旁边十天 十天后可以正常上班 好想我打了两支针 只是头一天发烧 吃过两次退消药 第三天已经正常了 其实打了两支针的人 应该就是轻症 类似是这样 就是Dennis Ho那种轻症 打了两支 Carol Charles就是社长 《卫报》是否正常报纸 见儿子 经常看《卫报》 《卫报》是正常报纸 不过《卫报》 也很惨 《卫报》也被人骂 是共产党的喉舌 所以他很麻烦 真假 是开玩笑 好了 《卫报》就说 美国佬用这一套 去性恶 但不是 这份是英报纸 我也要说清楚 你说美国佬 会否借英国报纸去恶 中国呢 他又不是 你看到那些人很正向地 射住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 最主要就是 骂西方的主流媒体 已经是为中国共产党说话 他们有很多留言都是这样 Anyway 不要紧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 其实差不多了 好了 稍后我们再见 是这样 拜拜